欢迎收看冲先生的频道 在开始之前想提醒你,记得按订阅 按下铃铛,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了 已经订阅了的网友,多点留意一下有没有被取消订阅 当然也不要忘记赞好,留言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想联络我,或者支持我的网友,可以通过片尾的资料 不妨大家太久了,去片! 诶,提多一句,现在通过冲stockhold,也就是画面上的连结 又或者通过片尾的方式去联络我,可以购买我的书籍作品和纪念品 而网站的内容都会不时更新,不要错过,卖完就没有了 大家好,我是冲先生,欢迎收听今晚听你 上一集就说到古代的一些教育制度和中文 就不一定只是中国人想学的 未听的朋友,快点去听 今集嘉宾就会讲一下,在古代到底有没有人看风水的呢? 看天象的人到底又有什么用途呢? 最后嘉宾都会浅谈一下《易经》 不妨大家太久了,去片! 我想问一下,以前除了史冠,有一个看风水的官叫什么? 阴天铐?你是叫什么? 阴天铐吗?不是看风水的 例如什么时候祭天,去推些月曆出来 好像拿着一本风那样 历法,管历法的 什么时候拜什么,什么时候要做什么 那个叫阴天铐 阴天铐不是风水师来的 它主要的职责就是编写历法 即是一年有多少日,一个月有多少日 还有管天气的 什么时候下雨呢? 什么时候地震呢? 它是有责任去预测的 很简单,皇帝登基你都不会选一天 有地震又下雨,有沙尘暴的时候来登基 当然选凉凉晨,天气就是很好 阴天铐就是主要做这些东西的 那国师就是看风水那些? 其实没有国师这个职位 在中国的职位 我看到有人留言,但是国师 没有的,你看到金融的小说太多 其实我想问是问什么呢? 现在中国主要的信仰可能就是佛教、道教 以前的时候那些人都会有迷信的日子 或者很多叫做传统,我们今天叫做传统 但是那时候的仪式很多时候是因为迷信 拿过义头来的 那有些人的宗教是怎样传进来? 我想问一下这些 有点东西,中国人跟外国人都很不同 而且都很自豪 我们中国是从来那么多年都没有国教这件事的 不是国民教育 没有一个代表我们中国的宗教 外国一定有的 你会发现很多国家是政教合一的 尤其是欧洲国家 欧洲国家皇帝不是最大的 欧洲国家皇帝也是第二大的 第一大就是教皇 即现在所谓的教宗 他们是政教合一的 政治和宗教是分不开的 但是中国不是的 中国是没有一个宗教可以全部主了 我们中国很流行的佛教、道教 余教理论上也不是教 即是拜孔 是的,余悉道 其实都没有一个宗教 都害过其他两个 就算有某些皇帝 他是偏向某一个宗教 例如梁母帝、菩萨皇帝 很信佛的 他都没有能力说佛教就是我们中国的国教 没有的 唐太宗是找唐三藏去取西经 好像很信佛 也不是的 唐太宗也很信佛 佛也信佛也信余 更加要信余 所以余悉道现在已经融入了我们中国的文化 你会发现有很多我们日常生活说的东西 已经浸入了很多佛教的用语 佛教的用语 以及余学的用语 很简单就是说时间 沙那之间 沙那就是佛教的用语 就是说你不吃东西你先练 导教用语 你说你个人很有义气 这是余学的东西 余学教你做人要仁义 很厉害 你真的随口说到几样东西 随口说出来 随口说出来 我说出来没问题 难得有这么多人听我在乱说 这下才难得 然后你最后说一句 其实今晚说的东西 全都是搞笑的 不要当真 以前没有一个官位是负责看风水 或者用来蒜 紫微斗数 奇门遁甲 最初你说下双洲是有的 但那个不是什么国师 不是什么 那个叫毛斯 有没有听过有个歌手 马来西亚的歌手 叫毛启言 不认得李克勤那个 就是中国 对 毛启言那个毛 你看他的姓氏 你就知道 他的祖先是什么人 他祖先真的是一个毛斯 世代都是做毛斯 所以他就改自己的事 做毛 毛斯 毛斯 什么中国都是毛斯 好像哈里波特那些人 不是 不是那一只 夏商周很流行占卜 那些皇帝很喜欢占卜 打仗之前会占一占 究竟这场仗会不会赢 是的 你有没有听过甲骨文吗 有 中国最早的文字 是一个公司 当然是在美国的 是的 我们不讲美国 我们讲回我们中国的 甲骨文 现在就是考证最早的中国文字 甲骨文就是刻在硅板和牛骨上面 除了当时没有纸之外 为什么要刻在硅板和牛骨上面 记录 记录那些就是符词 符词就是占卜之后 神明讲给你的 等于解签 你可以当于签文 那签文怎么来的呢 就是巫师拿一块硅板 放在火堆那里烧 烧的时候会有裂痕 他就会说 向左代表吉 向右代表胸 向上就不知代表什么 烧完之后很多裂痕的时候 他就可以写了签文 就可以解决明天打仗 会不会赢 就是这样的 甲骨文 所以甲骨文除了写字之外 还有很多裂痕在这里 就是烧出来的 巫师就是那时候 但是周潮以后就没有那么迷信 所以巫师开始就没有那么重要 就是国王已经不使用巫师 就变成在民间那里 帮民间那些人 以前占卜不是很像拿一只龟壳 放两个同志在那里 在那里 在那里 占卜那些就是巫师 落了民间 就是做这件事 维生的 哇 今晚很多资讯 带入他 不要这么说 不要这么说 很多人已经睡着了 不要这么说 不要这么说 还有人说推背图 是啊 他一反三就有说 大家去找一下 就可以增进一下知识 挺好 推背图干什么 你不介意再说 推背图 相传就是 唐太宗的时候 有两个阴天監 李淳峰 阴天監就是天文台台长 天文台台长 就是了 李淳峰 袁天監就是用逆经的逆卦 推算未来的东西 他们不是用水晶球体 也不是像巫师那样 用龟板来烧 是纯粹用逆经 逆经就是中国五经之中其中一经 周逆 作用都是用来占卜 趋吉避空 是 还有一些玄学的东西 成分在上面 所以基本上 中国就不用那些皇帝 找个风水路来 帮他看风水 是 只是他找了一个大学士 帮他解历经 已经解了很多东西 推背图 都是在历经那里 推算出来的 嗯嗯嗯 有机会我都可以说一下推背图 好啊 我这些玄学的东西 又不懂的 我纯粹说一下 推背图成书是什么时候 里面大约说些什么 好啊 或者可以来多一些历史故事 真是很棒 最重要是有趣 剪了你的影片出来 你也很有心 守护影片里面的留言区 去解答很多善信的问题 都要的 跟那些皇帝的斗争 就不是一朝一夕的 是 好啊 多谢你 发言阿风到这里 不要这么说 好 多谢你 谢谢Susan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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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啊 这本是行走的史书 我们捉得到这些观众 或者捉得到这些讲者 都真是很荣幸 其实这里我相信 很多饿苦藏龙的人 就不是个个肯开口说话 但通常一是不开口 一开口都一名经人 如果大家有些东西 或者是专业的好 不专业的好 有些东西想和大家分享的话 真的不要沦顺你的墨水 对于你来说 可能很无所谓的 或者很少的一件事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觉得 真是长知识 尤其是这些东西 正能量的不怕说 或者让大家知道 多一些以前的东西 等你又将来和你的儿子 你的孙子 你的塞 你的甩 你的甩 酸 甩 甩 你去讲的时候 又会有一些鼓声 以前你爺爺可能跟你说 收音机听过什么 你可以跟人说 你在网台听过什么 然后介绍给你的下一代听 等他们又有机会 再一代接一代 传下去的时候 这个就是传承了 听下去好像远 但是我想告诉你 还未完 欲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至于下一集的主题是什么 容许我买个关子 我们下集见 拜拜